你好 哪位 我是用康禄37隆7号的疑问名啊 我现在受不了了 我现在我自己的药都吃完了 对吧 东西也没有了 也没有吃的了 我现在人很难受 什么东西没有了 昨天你儿子让我帮你爱人配药的时候 您怎么没让我帮你一起配呢 我现在人很难受 嗓子疼 温度又一点点升上来了 我帮你送一点那个莲花氢纹颗粒 莲花氢纹酱给你 这个我们还有 那我目前为止 我居会只有这类药物 我想做CT 你想做CT啊 这个不是我居会能够决定的 不是 我要到语院去看病要做CT 我们已经把您的名字报上去了 但是上级部门没有做处置 这个这么长时间都不给我解决 我怎么办 看着我等死了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李老师 那问哪个部分啊 你们给我解决 我这又找李伟啊 对吧 我李伟已经帮您都报了 上面 报了就完了 报了这么多天都没有听到你们回应 他们没有给我回应 没有给你回应 你就不管了 我不是不管 我还有很多东西我都在报 不仅仅是您一个 今天我想办法送走了一个孕妇 今天我在处置一个过世的老人 余老师 不是我们不作为 而是我们做了很多事情 我们无能为力 居委会能做的事情我都做到了 居委会不该做的事情我也做到了 哥们 你们既然这样你们不可以向上一级的机关反应一下吗 我们上一级机关最上面的机关就是街道 区域机关我们是反应不上去的 居民可以去反应 你们可以去反应 但是我告诉你 上海是12345热线到现在都是个空的东西 这个东西我都反应过了 对 您都反应过了 您看有结果吗 您看有结果吗 不是我 语气越来越重啊 我也很着急 我也很愤怒 我也很生气 对啊 我们 但是我们无能为力 我告诉余老师 我无能为力 一点办法都没有 那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现在我面前放到不是您一个 是有一群这样的人群在我面前 就是他们不处置 这个情况怎么办 要我们自己来承受 我不知道 也许哪一天我承受不了了 我先退出了 我也不知道 这一天会不会很快到来 余老师我比你更委屈 哦 这也可能也会有这个感觉的 但是我今天打了接到一天的电话 都没有接通 我不是不努力 12345也打过了 110也打过了 对吧 我知道您都打过了 您看有结果吗 哎 我也是说没结果 是没结果 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考虑什么事情 嗯 就不能救救我们的老百姓吗 我也想让他们来救救我们的老百姓啊 嗯 我也想啊 为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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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 啊 为什么说呀 老人老人不管 孕妇孕妇不管 过世的老人都不管 嗯 连垃圾桶都不管 我向思维也反映过了 也一推出来 是吧 李老师 我真的很无奈 我不知道 我现在 我比你更伤心 哦 因为您已经是一个家庭 我看到的是无数个家庭 哦 对 您所谈的一切 我很 真的很理解 真的很理解 你们你的情况 我以书面的形式都以报过 电话打过无数次 哦 谢谢你 对不起 李老师 我无能为力 哎 真是 我们的国家难道就是这 这个问题 这个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上海会变成这样 哎 好吧 哦 对不起李老师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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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